就会把它变成跟人民币 也就是人民币变成某定物了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 这个就是要记清楚 这个是别人做不到的 只有我们国际组织 他这么做了也这么流行了 所有的平台一旦开始运营 中国的人民币全世界就会开始流通的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这个刚才那个郭议长 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个AI标识 就是我们主权探币的这个标识 对吧 在我们WIPO世界知识产权的局 已经注册登记 申请它用了五年的时间 这个在这里大家都知道 在世界知识产权一旦注入了 这个全世界的人都不能有这个标识 也不能够流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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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主权探币 只有我们国际组织 它才可以使用 对吧 所以在我们国际组织流通的所有的项目当中 在我们交易平台上 只要用它来完成的话 你想人民币怎么能不出去不到世界各地呢 对吧 这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各国家的流通货币了 第三阶段 是我们把这个国际绿色商品持续做到这个扩大 各大洲的IOWGCA气候环境交易所 及海外商品交易所之间 我们都是用同一个系统 同一个主权探币 对吧 自然而然 大家想想 世界各国的交易平台 都可以在这里面进行运营 这运营的优势在哪 刚才前面有个说了 别人是大气冷静 我们是大中小微 各个人都可以在里面进行操作的 所以这样的话 它的交易量会大大增加 增加很多 增加很多 然后呢 这里面看一下 这个国际绿色商品交易所的激活 及平安落地 平安落地 我们呢 就是 在运营 往后运营这个 这个叫交易所的时候 我们就会大大的去 推广了 只要有一个 就有两个 有两个就有三个 在这里面 跟大家说一下 交易所进行的 那个交易平台 运作的方法 软件系统 大家都知道吗 那个如果啊 您自己想要 设立交易平台 这个交易所 一个是审批过程 第二是什么呢 是它里面运营的那个软件 你没有个五六年 你都研发不出来 问题是 我们这个所有的软件系统 全部完成 只要您的交易所 想要跟我们合作 只要一对接网线 这个我们的软件 就可以站在里面 自动形成的 自动就可以使用完成 我们都已经开发好了 只要找到交易所 跟我们签了国际协议 用我们的软件 直接就可以运营了 这样的话 会大大减少了交易所 谢谢大家